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肖敏喜 今天和大家講的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台四個字 陰晴不定再講講為甚麼 先講講一下 今天講股 早段高開之後 升幅率慢慢收窄 一度收窄到只有20多點 最後好在擴大少許 最後收多少呢 就是22、23、52 升90點 成交縮了 剩下507億 昨日節目提到 估計恆振指數會再彈 但可能都會受制250天線 今天大致走勢都是這樣 明天或後市會怎樣 我就會用近期的天氣來形容 陰晴不定 一方面從宏觀形勢來講 宏觀又可以拆開兩件 一件首先就是從領導人的看法去看 領導人的看法是所謂陰少少 就是不是太好 為甚麼這樣說 一方面上星期周小村行長已經出來講 目前不會採取大規模的刺激措施 市場解讀短期內不會全面放寬全準 這當然不是太好的消息 加上今天國家主席集中 出去講說話 他都承認了新常態的說法 資料平常的說法 大家的解讀就是 中央領導人覺得 現在中國經濟增長放緩 是正常的情況 亦不是好消息 因為大家覺得短期內不會刺激 偏淡或偏陰 不過與之同時 市場怨期偏好少少 為甚麼 大家見到今日出來的數據 真是一般 工業生產也好 零售銷售也好 都是順如期 所以大家覺得 六月底前後 幾不想也好 中央都要出措施來刺激一下 這就是中和少少 正正是這樣的情況 有偏淡少少 有偏好少少 如果令到今日上證指數 即使回吐 但不是回吐很多 只是回吐兩點 基本上是雜幅增持 這就是宏觀形勢的分析 至於今日推動大市上升的 各別板塊也好 各別股份也好 都是有少少陰情 不定的意味 有好消息 有壞消息 互相增持 先講地產股 地產股今日好消息 其實有市場的報導 確認了真的會 換樓方面的期限 就會放寬了少少 不過因為好消息已經出了 大家估計不會再減辣 減到盡 情況下 再推動地產股上升的動力 就不多 而事實上 看回圖表勢來說 起碼龍頭虎身地 都見到短期有些阻力 見到這個 這是密集區阻力 今日升上去之後 高開入了之後 就伏伏伏下來了 一種陰重 換句話來說 身地是會有回逃的壓力 所以我覺得是有少少陰的 或者是有少少淡 至於科技股 中性 中性意思是為甚麼 其實單體行訊來說 就偏弱少少 大家見到 他都是 早段做高之後 逼近這個下跌列口 阻力之後 就是回逃的 是陰少少 不過與此同時 有好消息就是 外圍的科技股 好一點 起碼納斯達指數 見到是突破了下降軌 雖然未穿這個 兩個啡色箭咀指指的前浪 頂了力 但無論如何 突破一下降軌 就好一點 一好一膽 所以騰訊 就是中性 反而這陣子很多 尼南消息的內房股 特別是內地樓市 經常有減價 又有穩股 又有泡沫 反而內房股 就好一點點 這裏看到圖了 看到中海 中海發展 對落這裏 中國海外發展 對落前浪底 阻力之後 支持之後 就回升 還突破下降軌 加上有消息說 人行會宣佈 及時審批及法房 符合條件的個人貸款之外 放水支持樓案 就是利好 幾個消息 有好有淡 有陰有情之下 支持之下 港股估計不會大升 不會大跌 起碼明天情況會這樣 所以我預測是這樣 估計仍然會受阻力 會有阻力 250天線 特別見到今天上升成交縮 估計250天線有阻力 但是回吐亦不會很多 估計22000點之前 就有支持 雜幅上落 就是這樣的情況 一時的關係 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